哈喽你们好 欢迎回来手工制作 这个暑假你们过得怎么样呢 都去哪里玩了呢 这是我在9月份开播后的第一支影片哦 实在抱歉 这支影片的发布时间也有些晚了 现在9月份都过去一大半了 所以其实也算不上是从9月初就开始开播的了啦 不过我之后会尽量保证每周至少会发出一个影片的 那我这支影片的实际拍摄时间 其实是位于一个月前的8月中旬 所以我想时隔一个月 就算是你们再去和影片中相同的地方 肯定也看不到和影片中相同的景色了 所以就请你们把它当作是 我在今年盛夏的一个放风天拍的一个Vlog 仅仅当作娱乐参考看看就好 好了那你们先猜猜看这里到底是哪里呢 其实这里是不是有点像新树育苑的英国庭院呢 关于新树育苑呢 我也制作过一支影片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几下公告栏里的链接 进去看一下哦 这条道路的两侧都种植着银杏 也就是白果树 只不过现在银杏都还是绿油油的 其实再过一两个月 这些银杏就会变成橘色或者是黄色了呢 其实你们听还可以听到蝉鸣声呢 那你们有没有猜对呢 这里就是位于达塚河立川的 昭和纪念公园哦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昭和纪念公园吧 昭和纪念公园和新树育苑一样 原都是皇家园林 在二战过后 这里原是美军的空军基地 美军撤离后 经过国会的讨论 决定制作一个面积为180公顷的公园 之后在昭和53年 也就是1978年时 准备好了公园里的大部分设施 也就于昭和58年的10月26号 在天皇的带领下 开放了这公园中的70公顷 之后又陆续准备了彩虹泳池 儿童森林 日本庭园 川沙口等等的设施 在于平均17年11月 同昭和天皇纪念馆 共同一起向民众开放 那平成17年 其实也就是2005年 而在这之后呢 几乎到现在为止 就没有再做过任何改变了 而现在公园的面积 为165.3公顷 这个面积其实相当大了 一般人来这里玩一天 是绝对玩不玩所有景点的 也只能玩其中的4到5个 并且昭和纪念公园 在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 所以是一个值得来很多次的地方 我自己也来过很多次 那如果你对这个公园感兴趣的话 就将影片看下去吧 今天的天气也非常不错呢 妥妥的蓝天白云 哦对了至于我今天为什么能够出来 是因为现在我的学校正在放暑假 我是学生哦 所以我特意挑了一个平时的天出来 相信公园里的人也会很少的呢 这里呢是售票处 进昭和纪念公园是要买门票的 中学生以下是免票啦 不过成人需要450块日币 折合人民币就是30块左右哦 不过你在这一侧游览是不需要买门票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去了别的景点 然后多出来一些时间 正好想要来这边逛逛 并不是要来昭和纪念公园玩全天的话 我是不建议你入园的 因为其实在这一侧 你走过去也是可以逛好一会儿的 像从这条大路这样走过去 那边的话呢有一大块草坪 和一个昭和纪念馆 而这些都是免费的 并且在那块大草坪上 还常常会举行一些活动 不过那个昭和纪念馆的 每周一是闭馆日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是需要注意一下开源时间的 而今天正好是周一 无法带大家参观昭和纪念馆了 请大家见谅 不过我以前进去过 记得昭和纪念馆里面不仅有 昭和天皇和皇后用过的一些物品 还会有当地画家所描绘的 昭和纪念园内的风景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去的 不过今天主要是带大家参观 公园内部在盛夏日可以去观光的景点 所以我们就赶紧进去吧 进来后我发现公园非常贴心的 准备了出租的阳伞 因为今天是大晴天嘛 所以如果你忘记了带阳伞 又怕被晒黑的话 就可以借着你的用一下了 那你们先猜一下 我今天会去的第一个景点 是哪里呢 其实昭和纪念公园 虽然说也可以步行游园 但我其实个人建议 如果你是会骑自行车的人的话 骑自行车游园 因为这个公园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步行的话会很累的 而且在这里有自行车的出租所 我自己每次来赵阳伞进去的公园 都一定会在这边租自行车再有缘的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这么做 这里有租自行车的这个价格 如果你想要租的话呢 就可以在这边的自动售票机 买票 然后呢 拿到票就可以进去租自行车了 厂内有超多品种的自行车 无论你是大人小孩 有任何怎么样的需求 我觉得这里的自行车 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那我这一次要租的自行车呢 就是 当当这种 就这一排的 这一排呢都是双人自行车 就是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 对了 公园内有不止一个租车所 那你们要记住 自己是在哪里借的 就要还到哪里来哦 然后那边有许多头盔 大人小孩的尺寸都有的 大家如果想要带的话 可以留意一下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双人自行车了 我这一次是跟家人一起来的 我觉得大家无论是跟朋友 情侣 还是亲子过来 都非常适合体验一下 这种双人自行车 我觉得尤其是情侣吧 应该会很浪漫的 不是吗 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穿过灵影小道 微风吹过脸庞 举头望去 是望不尽的蓝天白云 再看太阳 透过树荫 洒下来的光晕 还有无处不在的蝉鸣声 这难道不就是 夏天最美好的样子吗 哦对了 我猜我今天所拍的素材 如果全部剪成一支影片的话 这影片肯定会太长 所以会把这个影片 分为上下集 下集的话 过一阵子就会放上来的 而且我今天肯定是不能带大家 逛完公园内所有景点的 我这支影片只是介绍 关于公园内夏天的一些景点 至于剩下的那些景点 我会等到其他季节 再来招呼纪念公园时 再拍给大家哦 因为我其实真的 个人很喜欢 来招呼纪念公园 以后一定会再来的 所以对整个公园有兴趣的朋友呢 再等一阵吧 今天我来到的第一个景点 就是这里 这里是 也就是草坪东花园 在这里有许多柠檬花 柠檬花是波斯菊中 一种黄色的小花 这每一朵柠檬花 虽然看上去很小 但是因为这里有很大一片 所以远远看过去时 这一大片的黄色 很夺目呢 让我们来走近 看一下这些柠檬花吧 它们随风摇曳的样子 很漂亮的 柠檬花属于被子植物 每一朵花 由八片花瓣组成 花瓣的中间就是花蕊哦 而且这片花田也特别大 一直到那老边 那都是只花田 而且在这一大片黄色的花田中 还有一扇黄色的门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走近后看这扇门就是这样的 仿佛在这扇门里面 尝着一整个波斯菊的世外桃源呢 现在我来到了 位于另一侧的草坪西花园 这里种植了许多向日葵 今天才知道 向日葵也是波斯菊属的 而刚刚看到的柠檬花 其实是向日葵的一种哦 向日葵是因为花絮 会跟着太阳所在的位置 所转动而得名 至于为什么会转动 目前主要有两种假说 分别是向日葵颈部的生长树 一见到阳光 就会跑到背光的侧面去躲避起来 促使背面生长加快 向阳面生长的较慢 导致花盘随着移动的 植物生长树假说 何认为是因为阳光中的热度 把向日葵花盘中的管状小花晒热 肌部的纤纹发生收缩 导致花盘转换方向 来接收阳光的热力影响假说哦 对了 我还没跟大家介绍这大众草坪呢 这个大众草坪 南北约有400米 东西约有300米 它的面积足足有11公顷 是两个TOKYO DOME的大小哦 在公园的中央 种植着一棵大菊树 这棵树有20多米 是这个公园的地标 有些人会在这片大众草坪上玩游戏 做运动 或是靠在树荫旁 懒洋洋的度过着惬意的时光 在这片大众草坪上玩游戏 就像那样的一种 切试草坪上玩游戏 刚才能说到这片大众草坪上玩游戏 混合了